進入完這間6號的房子 先看看裡面 外面我稍後再拍 這個床的位置 其實都有點洞 不過都擋擋風就軟一點 它的狀況是這樣的 在這區來說 其實這間屋的價錢比較低 裝修正常 又不是特別漂亮 我先按這個床 尺寸是這樣 整個客廳 Agent在這裡 我就不想拍到它 我就拍一下這個窗邊位置 是Single Grace來的 窗邊位置是這樣 我就先量一下它的濕度 濕度就沒問題 7點多 正常 好 我先這樣拍一下 趁幾張不在這裡 它的尺寸是這樣的 也挺大的 44方塊 OK 然後呢 我就過來這一邊 看 飯廳位置 就是可以放到一張四人至六人飯桌 都可以 然後呢 這邊 如果你是借的標準 其實地上也不太細 雪櫃在這裡 冰格 上面雪櫃 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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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是四五成身 又不用換的 用得翻的 用碟機 對 Storage 那 就 都是一些Storage的位置 上面 這樣的狀況 這樣 目測我見不到一些水印 OK 我先讀這部牆 正常 6點幾 7點幾 那 我先出來拍照 好 那我繼續拍照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特別 那 這間屋的 有個 Ground Lenska Surface 就是56磅 一個月 這個位置 是屬於這間屋 一半是 但是這些位置 全部都不用業主去做 因為 它就說 那個Surface Trash 和Ground Lens 就包了 你看到 這個位置 就是中間位 這樣看 這邊是別人的屋 這邊是這間屋 就是說 這個範圍 其實都是屬於這間屋 去用的 但是 就不用有任何 Maintenance 這個位置 浪三 它旁邊都有的 那 我看看屋頂 先 那這裡 看看屋頂位置 有些 有些 雅仔 都正常 有些少少青苔 但是 都很正常 旁邊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彎 那我就拍完旁邊 旁邊外場 和吉他 看起來都是正常 Condition 好 那我準備上樓上 是的 你好 你很歡迎 那麼 今天就跟我們 開會 開始有人看了 我正在樓上 樓上鋪了地盡 樓梯是這樣的 從這邊進來 這個位置上 那麼地盡的 地盡 就是一般 都很粘 那麼 那麼相信換了會好些 那 先看一看這個位置 這裡有個 Storage 那目測 你當 可能八年十年時間 就不是太舊的樣子 接著進來 這間 是差不多大一間房 我先進來看這間 這裡其實有些人可以拆造三房 這裡就是兩房 先看這間房的尺寸 這間房的地毯就換了 首先這裡有個Storage 然後這個位置的闊度 都有 九尺至十尺 開門之後 這個位置 都有 接近六尺 這樣 看見門好像歪歪的 可能掉下來一點 看見有點斜 但無論如何 接著這裡有組入場櫃 組入場櫃是這樣的 真的有兩尺深 然後進來這一棟是石膏板 即是它 這裡是一個櫃做進去 L型做完 變成這個位置 其實開門之前這個位置 到這裡 有大約五尺多的位置 對 所以如果你說在這裡 這樣鋸走了 其實那邊可以做多一間房 拆走了一個櫃 這個尺寸也可以 OK 現在量量量量量量 那就12% 都上算正常 14.2% 又 未至於要收拾的可能 但就濕度就高一點 其實再用大約5時間 撥畫一兩瓶 四點 resident 10點多, 可能有一兩瓶, 空氣不夠 但最主要是Single Brace 這也是 景觀是這樣, 看外面 這個是前面的位置 我來看第二間房間 先看這間房間 地毯和外面的地毯一樣, 應該都要換 尺寸, 這個位置的闊度大概有 七、八尺, 左右 這個位置也是八尺, 因為這張床是六尺寬 所以還有兩尺位置 很簡約的裝修, 貼了長紙 這裡有墊 這幅牆, 後面全部都是墊 這個是花園對墊的位置 我讀一讀這邊的牆 都有 這個就是貼住別人的屋 那個位置 這邊就沒事的 那就是它兩間屋中間的牆 是有墊 這裡 我讀這裡先, 看看它的幅度大不大 這幅度大不大 所以整幅牆都是 我待會量一下這幅牆 我先看看洗手間 鋪了膠板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不是特別漂亮的 都叫做磚 可能洗手間要簡單收拾 因為它的膠板的邊都很脆 披口 好, condition 大致是這樣 那再看看這幅度 有個充電 這裡有個擺櫃的位置 讀這個外牆 沒有事 9點檢查沒有事 讀這幅牆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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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應該是說 上面 那 出回來這一間 6號的屋 看看外面的位置 那 屋頂的磚是沒有問題的 那 那 剛才看到呢 應該是它上面的房間 這一部位置 中間的位置 那 就有一點點暗 那 看看前面是怎樣 這樣走出來 然後呢 這個位置 外面 其實就是一條大馬路 來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 有些車聲 那我們這樣走一轉 那個位置 就這樣出來 這個區 就治安好 挺漂亮的 那 車位呢 其實就是這個 這裡有兩個車位 左邊這個就是屬於這間屋的 那 然後呢 裡面的狀況就是這樣 那 這裡轉進去 其實就是剛才這間屋的後方園 那 所以它有 Surface Charge Ground Man 都是有管理的一個地區 那 你見對面這裡 有整個雜 那 是屋頂 都是有管理的 那 那 這裡是一些 不知哪一類的 政府 建設 或者是私人機構 那 然後呢 這裡進去呢 就是一個 住宅區 你見這裡進去很寧靜的 那 我就出一點點去看 那 我一路拍 一路拍 一路走出來 就是 這樣的狀況 其實就是不遠的 那 這個 就 像是餐廳 這一間 OK 那 出來這裡呢 巴士站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我巴士站 那邊就是我巴士站 那 這個位置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 都大路的 有一點聲音 但是我們呢 就是這間屋 又不是第一間 第二間 那 外面的位置大概拍到 這裡